油漆剝落的牆面 还有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天花板 以及用手轻轻一剥就掉下来的外墙 这些都是盐浦香公所建筑物的老旧实境 不管是公所职员或是洽工民众 都觉得很危险 比较担忧危险性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那种地震比较频传 所以感觉上担心如果有地震的话 因为它后面的建筑真是蛮斑驳的 就是很老旧的建筑物 我就觉得蛮危险的 盐浦香公所的老旧办公厅社 除了危险之外 职员们办公也很不便 因为下雨时雨水会从顶楼或外墙 渗透到建筑物内 即使在屋顶已经夹盖一层铁皮 仍然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公文常常被雨淋湿 甚至还发生过天花板掉下来的危险事件 我们曾经在调解的时候 雨季的时候在调解的时候 刚好天花板掉下来 那为什么会掉下来 就是因为胜水 郑霜泉说多年来一直有民众抱怨 箱公所是一箱的门面 一栋破破旧旧的建筑物 实在有损盐浦箱的形象 希望公所赶快整修门面 但是碍于经费有限 一直无法动工 民众一来洽工的时候一直抱怨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也不够 然后这个外观也不良 然后在这个设施上也不佳 还有最重要还是强调 因为我们的整个一个楼层的这个设计 那个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年了 都已经龟裂了 而且非常严重 眼看乡公所的建筑结构 一年比一年危险 以及在多数乡民的建议下 郑霜泉经过审慎评估 认为整修乡公所花费胜距 没有经济效益 因此决定向内政部提出 严谱乡公所行政 及多功能展示中心新建工程的计划书 出库费用需花费 一亿三千万元 乡公所会自备一千万元 其余不足额还需中央补助 希望此计划案能顺利通过 尽快新建一栋 以绿建筑工法打造而成的办公厅设 提供乡民及职员 安全舒适的办公及洽工环境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导